黑山光 共和国6月5号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北约的第29个正式成员国 这也是继2009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之后 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又一次扩张 当地时间6月5号下午 由印度自主研发的GSLV MK3型大推力运载火箭 在安德拉邦的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将一颗通讯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美国海军福特级航空母舰的首舰福特号历经近8年的建造 于5月31号由建造商交付美国海军 预计将在2020年前后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近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彩虹太阳能无人机完成临近空间飞行试验 该无人机以太阳能为能量来源具备超长航时 未来流空时间可达数月甚至数年且飞行高度可超2万米 任务区域广阔具备准卫星特征可广泛应用于军民融合领域 由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山鹰外贸机型战机 5号在贵州总装下线 这款战机为全天候轻型双座超音速尖机教练机 可承担飞行员高级战斗入门和战术训练任务 同时具有较强的空对空空对地作战能力 这款战机是在中国山鹰高级教练机基础上研发的 能够兼顾实战和教学的多用途战斗机 军情时间到文静来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您看到的这段画面 这是最近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次紧急升空行动 正在担负战备值班的南海舰队某飞行团 接到了紧急升空的指令 多架战机在短时间内相继起飞 前往指定空域 对靠近我国领海领空的外军舰船飞机进行驱离 我军飞行员按照国际相关规则 对目标进行反侦查和拍照取证 成功驱离了外军舰船飞机 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和平时期战争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感觉十分遥远 但是我们人民军队当中有这样一群人 刚才片子当中这样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 就如同是家常便饭 他们每次起飞都是一场斗智斗勇的作战 要和外军真刀真枪的较量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海军航空兵 那么什么是海军航空兵呢 他和空军航空兵以及陆军航空兵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执行任务的区域上 那海军航空兵呢主要是在海洋上空来执行作战任务 陆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兵都是在陆地上空来执行任务 另外呢他们的主力战机的种类也不尽相同 陆军航空兵的主要武器装备是直升机 而海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兵他们的主要武器装备 包括有尖机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 按照起降基地的不同 那海军航空兵呢分为岸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 岸机航空兵啊以陆上机场和水上机场为基地 通常呢配备有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个型飞机 比如说尖机机轰炸机预警机等等 那舰载航空兵啊以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为载体 通常呢配备有尖机机直升机等等 海军航空兵监涂着维护祖国荣誉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使命任务 他们时刻战斗在第一线守护着祖国的海空 作为我国的海空卫士 海军航空兵在平时的训练中 是以最接近实战的方式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战机腾飞的那一刹那 计时器也开始运行 飞行员要在规定时间内 穿过多个雷达探测区 完成超低空突防任务 超低空绿海飞行 是海军航空兵平时的训练科目之一 也是他们最常用的战术动作之一 复杂的海况挑战着飞行员的技术和弹量 距离海面一百到一千米就叫做低空飞行 如果距离海面不到一百米就是超低空飞行 海上超低空飞行就如同一个人坐在钢丝上一般 稍有不慎就会一头扎进大海 同时还要时刻保持注意力 地面撞上大型船只或者钻截平台 所以在海面上进行超低空突防 比在陆地上对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陆地上的超低空突防的话 因为它的参照物比较多 比如说高大的建筑物 山脉 楼城 河流都可以作为参照物 但是海上的话参照物特别少 只有海面 很容易产生一些错觉 应该说海上的这种超低空飞行的话 比陆地上的超低空难度更大 危险系数更大 飞行员驾驶战机在景天海面不到100米的距离 以600多公里的时速顺利躲避了雷达追踪 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超低空突防训练任务 除了超低空飞行之外 飞行员还要在训练中熟练掌握 在多种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的能力 无论是白天 夜间 天气好坏 只要符合最低起降条件 就要展开训练 在夜间和浮小时分飞行 是对飞行员生理和心理的巨大考验 尤其是在后半夜到浮小的这段时间 飞行员很难保持良好的飞行状态 在战机入云之后 很容易错把地面当成天空 把地面的灯光当成星星 所以必须要严格按照仪表数据进行飞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 飞行员还要完成一系列战术动作 如战术编队 低空掠海等等 这就要求飞行员必须熟练操控战机 掌握各种特殊情况的组织方法 以此来提升全空域全时段的作战能力 除了在训练课目上贴近实战 海军航空兵尖机机飞行员 在平时的对抗演练中 不断加大难度和强度 不同机型之间的自由空战演练 已经成为常态 同星期对抗的话就是彼此之间了解 支持的这个战手 但是这种异星期对抗的话 彼此之间就是陌生的对手 就是完全相当于是敌人一样 以前是设定条件的 保持高度差的 现在是完全放开高度差 自由空战 飞行员的这种战术素养 就得到了很大气高 海军航空兵的将士们 正是通过平时紧贴实战的刻苦训练 把自己锻造成了海空前哨的尖刀力量 在海军航空兵平时的自由空战演练当中 采用的都是背靠背的演练模式 一切向实战化靠近 红蓝双方不留情面 不走过场 想方设法地打败对手 那在今年的红蓝对抗演练当中 有一场比较经典的空战 我们用动画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红方当时使用的是苏三岭战机 蓝方我们就用一个虚拟的记性来表示 首先红方的两架战机 刘北向南进入演练空域 蓝方的两架战机从东边飞过来 跟红方的战机形成对头之势 并且率先开启火控雷达 对红方战机来进行照射 想要先发之人 红方战机随即采取反干扰措施 蓝方突然向南飞去 可别以为他们是要放弃了 其实他们是想绕到红方战机的后方 要知道在空战当中 咬住对手的机尾 那就相当于是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前面的飞机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 那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蓝方战机想绕到红方战机后方的这个意图 一眼就被红方飞行员看穿了 所以他们马上转向 双方再次形成对头 经过一番博弈 红方飞行员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术 成功的绕到了蓝方的身后 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蓝方战机发现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于是发射红外干扰弹来进行防御 然后蓝方两架战机分开飞行 一架往上飞一架往下飞 想通过机动来进行反击 红方战机于是也分头进行追击 经过这样的一番缠斗 蓝方仍然无法摆脱红方的追击 于是又发射了一枢红外干扰弹 然后降低高度 加速脱离了战场 红方取得了这场空战的完全胜利 对海军航空兵来说 他们已经把演习场当成是战场来摔打磨练 平日的刻苦演练 为的是能在实战当中打赢对手 其实在平时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面临的情况 要更加复杂而危险 自从2013年11月底 我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 不时有他国军机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 甚至逼近我国领空 在一线执行任务的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战斗机 紧急起飞已有上千批数千架次 保持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常态化空中解决巡逻 对于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的外军飞机 根据种类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其中战斗机和战斗机相遇的情况 是相当棘手和危险的 近距离的交汇 只要有一架飞机转弯 另一架飞机必定会转弯 所以国外比喻 战斗机在近距离交汇之后 就是在电话亭里的搏斗 因为空间非常小 而且必须要拼一个离死我活出来 就是这么参与 那么当有外国军机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时 我方通常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手段呢 首先地面雷达会对外军飞机进行跟踪 对它的高度 方向和距离进行识别 最后派出作战飞机进行查证 查证时一般采取半飞的方式 并进行国际频道通话 请对方报上自己的国名和意图 如果外国军机不继续向我国领海线飞行的话 我方在查证之后就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如果外国军机继续向领海线飞行 我方则会一直半飞到领海线 并提出语音警告 对于侵入中国领海线的外国军机 我方战机会对其外逼驱离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其击录 对于飞行员们来说 每次战斗起飞都不可掉以轻心 而在机场战备值班时 也要时时刻刻绷紧神经 值班飞行员的活动范围 不能离开飞机超过两百米 所谓衣不屑甲马不离安 值班飞行员走到哪里 装备都不能离身 睡觉要合一而睡 夏天再热也不能脱掉抗壳服 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全副武装 值班电话的警铃一旦响起 他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战机 迅速完成起飞 时时刻刻处在这样战备状态当中 时间一长 飞行员们对铃声甚至产生了条件反射 很多飞行员因为战备值班不能回家 长期和家人两地分居 但是每当被人问起 他们对这份事业的看法时 他们的眼里总是闪耀着 无悔和自豪的光芒 在茫茫海面上 在飞的时候 管控的时候 你看不到祖国的领土 但你飞到自己海岸线 一看到领土就特别开心 而且感觉祖国的上河 确实是特别的美丽 从心里不放冲 又让二生有一种感情 想要把这片上河给它包裹好 海军航空兵这种发自心底的 使命感和自豪感 与他们优良的历史传统 和光辉战绩也是分不开的 我给大家讲两个 上个世纪发生在我国海军航空兵身上的 传奇空战故事 第一件是发生在1958年的2月18日 当时台湾的一架 2B57A型高空侦察机 窜入我国山东半岛地区活动 我国海军航空兵两位飞行员 胡春生和舒吉成 驾驶着歼武战斗机 双击营地 在高度15000米发现目标 地表以上1万米到5万米的高空 属于是同温层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在同温层开炮的先例 因为当时的飞机不像现在这么先进 同温层的空气比较稀薄 那么会导致飞机动力不足 这个时候如果开炮的话 那后座力会让飞机失速 导致发动机停车甚至是坠机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怎么办呢 当时呢 比敌机高200多米的舒吉成 临机一动 他把机身迅速地翻转 头朝下 秒准敌机果断地开炮 敌机机身在空中打了几个翻转 随即栽向大海 这是舒吉成开火 那一瞬间的这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 这次空战开创了 同温层开炮的世界先例 那更为传奇的是 舒吉成在随后几年里 又击落了两架敌机 还都是在同温层 真称得上是一高人胆大 另一个传奇战力 是在1965年的9月20号 我国海南岛上空发生的 当时呢 美国王牌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 驾驶着F-104C战斗机 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 这架F-104C啊 这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战机之一 我国海军航空兵大队长高翔 驾驶歼6飞机进行拦截 高翔呢 以每小时1300千米的速度 贴近美军战机 双方从相距291米 一直打到了相距只有39米 这场空中格斗 最终以F-104C重弹 凌空爆炸宣告结束 当时啊 由于距离太近 爆炸的碎片 甚至飞到了高翔的飞机里 高翔的战机刚一落地 发动机就停车了 美国飞行员史密斯呢 气急跳伞 被俘的时候 他口中还念叨着 太可怕了 这是不可能的 后来呢 史密斯回到了美国 24年之后 他又再次来到了中国 专程啊 找到当年 打败自己的飞行员高翔 史密斯一直不太理解 高翔怎么就敢 一直打到距他39米啊 这瞬间就要撞击的呀 高翔呢 笑着回答他 我当时想的 就是撞 也要把你撞下来 对此呢 史密斯就感叹了 说败在你们手下 我并不感到耻辱 这样的部队 是不可战胜的 刚才讲的 这两次空战的主人公呢 都来自同一支 海军航空兵的王牌部队 海空雄鹰团 这个荣誉称号 是1965年12月29号 被国防部授予的 东海舰队的海空雄鹰团 有着光荣的历史 他曾经三次 被毛主席典将出征 创下了击落 机伤敌机31架的 辉煌战机 涌现出了一大批的 空中英雄 和平时期 海空雄鹰团 同样毫不松懈 他们担负着 保卫祖国领空的 重大任务 此外呢 他们还当起了 其他部队的魔刀石 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 当中选出精英 来组建了海军首支 三代机蓝军分队 在红蓝对抗演练当中 不断地创新 创下全军数十项记录 帮助海军航空兵 提升整体的训练水平 那我们从刚才这个画面当中 也可以看到 海空雄鹰团使用的是 苏-30战斗机 那么除此之外 海军航空兵 还有哪些主力装备呢 咱们到一场出动了八种型号 数十架飞机的 红蓝对抗演习当中 去看一看 最先出场的是 红蓝双方的预警机 这架身背平衡物的 就是空颈200预警机 它率先起飞 迅速开设空中指挥所 对空中力量进行整合和指挥 空颈200采用了 运八运输机的机身 内部空间较大 可以搭载较多的电子设备 而且制空时间长 同时具备了预警 指挥 通信中计 情报传递等多种功能 随后起飞的是 同样在运八平台上 发展而来的海上警戒机 主要担负海上巡逻警戒任务 如果把预警机的指挥协调 与信息控制系统 看作是大脑和神经 那么演练中出动的 其他作战装备 就是歼敌制胜的铁拳 本次演习中 红蓝双方派出多架歼机机 歼轰机和轰炸机 从不同的机场起飞 奔赴目标海域 正从机库中划出的 这架双作战机 就是我国海军航空兵 使用的歼轰器 绰号飞豹 它是一种全天候 多用途 兼击轰炸机 能进行超音速飞行 隐身性能良好 适应于隐蔽出击 快速脱破敌防御地带 进行纵身攻击 还能携带多种武器 对海上和地面目标 进行打击 紧随其后的 这架线条流畅的战机 就是引进自俄罗斯的 苏30多用途 重型兼击战斗机 它能够持续超低空飞行 具有较强的防护能力 和出色的隐身性能力 它的列装使海军航空兵 可以在缺乏地面指挥系统 和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 不分昼夜 独立完成 尖击和攻击任务 歼10战斗机 是我国海军航空兵的 另一款主力机型 它是我国自主研制 具有较强的超视距空战 近距格斗和空对地攻击能力 各型战机陆续升空后 蓝方空中预警机 发现了红方战机 立即引导蓝方尖击机 进行拦截 担负红方掩护任务的尖击机 随即加速迎向蓝方战机 红蓝双方依托数据链传输 确认对方战机方位 对方战机一旦进入导弹射程 就迅速锁定发射 抓住蓝方防线的空隙 红方尖空机轰炸机迅速前出 通过超低空突防 把水雷投过到敌方航道上 彻底切断敌方的后勤补给 之所以使用尖空机和轰炸机布雷 是因为它们具有出动迅速 携带量大 头部高效的优势 画面中这个大家伙 就是海军航空兵的 轰-6D型轰炸机 它是轰-6飞机的反舰改型 不但能够不射水雷 还能携带空对舰导弹 具有很强的反舰能力 演练中 红方尖空机和轰炸机 完成水雷投放任务后 大速度返航 成功达到了彻底封锁 航道港口的作战目的 海军航空兵的各型装备 互相配合 优势互补 发挥出了空中作战体系的威力 在一次又一次的背靠背演练中 海军航空兵已经成为 中国海军应对高技术 现代化战争的重要作战力量 随着我国海军不断走向深蓝 海军航空兵也更多的到远海 与海军舰艇编队协同训练 今年的1月9号 我国海军航空兵轰炸机 预警机等多型飞机组成编队 由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上空 与航经这一海域执行任务的 海军舰艇编队进行了舰机协同训练 今年的3月2号 中国海军航空兵轰炸机 舰机机 警戒机等多机型多架飞机 经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 与航经这一海域的海军远海训练舰艇编队 进行了实兵对抗演练 演练内容包括远海突击 对空防御等多个科目 这两次演练都是人民海军年度训练 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今后还将会按照计划继续开展 从这些演习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海军正在不断提升 执行远海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远海训练将会成为常态化的训练内容 拥有制空权才能有制海权 猎鹰纵横海天间 新一代的海空雄鹰苦练精飞 牢记使命 时刻准备为祖国荣誉而战 本期军情时间到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下周节目内容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好了 我是文静 下周六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